各位女士们请注意 又有好消息 各款名牌女装皮鞋及手带 在10月7日至10月11日 感恩节长周末假期期间 星期四到星期一 全部以最低价出售 超过2万对名师设计的名牌皮鞋 由最小马的5号请 尺码齐全 样本大倾销 更有过千款手带供您挑选 快点约上亲朋好友 到Markham Fair广 10801 McCalvin Road了 抱你有满意的收获 好了 8点49欢迎回来 没错了 又到我们继续来做一些嘉宾来 今天嘉宾比较多了 有不同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了 其实马上跟大家嘉宾一起来分享 是有关于房地产方面的话题了 那么其实说到房地产 大家通常买房都会用这个Mortgage 通过银行的贷款来做了 一般都是 对 其实有一些新的 一些所谓的买房的一些计划 可以让大家在财务方面 包括买房方面 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优惠 或者是说节省方面的开支了 其实这个要提到的是 有关于一个新的买房叫HBP Home Buyer's Plan 这好多朋友都不太熟悉 到底这Home Buyer's Plan是怎么回事呢 那请我们的专家来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我们非常欢迎到我们节目的做客的 捷达地产的三门刘刘先生 您好 老师好 好 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代的做客 今天跟我们提到的有关就是HBP Home Buyer's Plan 其实我相信很多这个观众朋友 跟我一样都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买房计划 这个HBP就是Home Buyer's Plan 是政府的一个新出的计划 也就是针对了RSP RSP也就是Register Retirement Savings Plan 注册退休金计划 对 注册退休金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说早期的时候就说 你是没有买过房子的人 你可以动用你的退休金这笔钱 拿来是免税的 最高额度到两万块 那最近在2009年1月27号 政府为了鼓励这些买房的使用者 出现了一个新的计划 就是说这个叫什么 这个Home Buyer's Plan 是新的Plan 那就说好多人还不知道 只是部分的银行开始 针对他们的客户来简介 但是在房地产上面还很少使用 那就说我跟大家谈一谈这一个 有两个Qualified的 可以用在这个Home Buyer's Plan里边 第一个是第一次买房 首次购房的 就是几买房的人可以用到 可以用到25,000 动用他的RSP的钱是免税的 然后之后你再可以慢慢还回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买过房子的人 现在也可以再次动用你的RSP 就并不是限制在是初次购房者了 对 那么再一次购房的 或者是多次购房的这个条件是怎么样 多次购房的 第二次购房的条件就是新制度 就是说新政策 如果说一个买房 给你一个就是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刘先生买了一个房子 住满五年 只在五年之后 他把房子给卖掉了 种种原因 他搬回家里住也好 再继续租房也好 那租中间隔开五年之后 他如果再想使用他的RSP 他可以申请去拿到25,000最高额度 就等同于是首次购房了 没错 然后就说另外一种就说 例子就说 比方讲刘先生五年自己拥有一个住房 五年之后他卖掉了 然后他搬到租房里面去住 认识了一个李小姐 然后两个人就在同居了 然后李小姐从来没有买过房子 一直在租房子 李小姐是合适 任何时候买房子都可以动用这个RSP 他是在第一个计划里面 第一个计划里面 但是刘先生在五年之内 他是不符合的 五年之后 两个人同时申请RSP的这个提款 去买房子或者是建房子 或者是买给亲戚朋友的这个 残疾人士 亲戚的残疾人士 这个情况下五年之后 刘先生又合乎这个要求 李小姐一直就合乎这个要求 那这个时候他们两个 可以动用两个人的RSP 还是只能用一个账户 还是只能用一次 如果详情 请看这个网站 这个是政府有几个计划 就是说在这个新的这个计划里面 有什么就是说 所需要的条件 还有这个如何取消这个条件 还有怎样参与这个条件 然后还有说如何偿还 通常提取RSP之后 你还可以用你的高音抗再放回去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 所以这网站上介绍的是比较清楚 没有 因为有些细节的这个内容条款 确实非常的 这个政府有一些 对吧 非常详细了 大家可以登陆在加拿大 这个税务局的这个网站 那其实呢 对于这个计划来讲呢 最适合是哪一类人群呢 最适合就是说不是新移民的 新移民不需要这个RSP 对啊 首先他没有积累这个RSP 针对老移民 老移民呢 在前一轮的这个金融非常好的时候呢 有些人就cash out他的这个房产 然后他就认为房子要下跌 然后就cash out 然后他就认为房子要下跌 然后他就认为 租房子或者回家住 中间隔了五年之后 他再开始买房子的时候呢 他就以前是没有这个制度 没有这个新政策 所以就没有这个动用这个RSP 这个可能性 现在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他可以再用他的RSP 提取免税 因抗再慢慢回还 还回RSP 那么简单来讲 如果大家想用这个计划的话 应该是跟哪一些机构来做联系 跟银行联系吗 还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税务局了 到底跟哪方来联系呢 最好是先查看政府的网站 自己合不合格 然后再到银行直接申请 直接申请 自己的RSP在他本银行里面 直接申请这个Plan就可以 所以跟银行来做申请就行了 而且将来你还可以有机会再 把自己高收入这部分 来做一个残还 银行会帮你做评估的 没错 没错 每年报税的时候 你再把你的高收入 打回去RSP里面 就是再还回去 这又是一个免税值 非常棒 好的 非常谢谢刘先生 今天给我们也算是大看 今天时间有限 HBP这个计划 那么大家如果有幸福 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状况了 好 马上时间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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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